永恆是什麼 人們用保鮮膜保存的食物 寫送你的影像 我用保鮮膜來封存了我們的進出 這是我在兩年前所寫下的一段話 我對於保鮮膜有古莫名的好奇 關於它的材質與它的意象 在我後來的其他作品當中 也都有使用到它 我們打從出生開始 就注定慢慢的長大 老化 死去 隨著時間的推進 肉體也不停的改變 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重溫每個當下 正如同希臘者的赫拉克里特所說的 人永遠沒有辦法經歷同一條和兩次 我們的肉體是個有機體 除了時間外 它也會隨著你的情緒 清新狀態 習慣 經歷 社會價值 記憶 學習 是我認同 主觀的 客觀的 而有所改變 在跳舞時 我們都能真正切切的感受到當下 也能在跳舞時發現許多不同的訊息 那些訊息也許是 就是 例如 當你開始跳舞時 發現你以為記住的動作其實還有一個任何 你開始感到安靜 不安 你的身體會如何面對慌張的關 緊繃 放棄 努力放鬆 試著忽略 這些選擇構建成為了你之誰 今天連續跳了四個多小時 你精體與精神已經漸漸幾千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情緒無比的抗分 好像有著源源不絕的力量 在支撐著我們 每一個當下都蘊含著各種訊息 我們又錯過了多少訊息 如果說 我們的肉身如此的善變 那所謂的永恆又是什麼 人類總是在追尋著肉身的永恆 最早的史詩 吉爾加美修史詩 就是描繪英雄王 吉爾加美修歷經了千辛萬苦 尋找藏身不老之藥 最後找到了 卻在半路上 被蛇給吃掉 一代英雄 所向披靡 但在死亡面前卻依然不堪一擊 努力中國的新史皇 建立了瘋瘋尾業 林老師 他畏懼死亡 打下重心 騙尋長身不老之藥 卻依然落了空 前幾年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殺人 我並沒有太已經離去的感覺 甚至在有些時候 我還會想起他 總覺得他只是到了很遙遠的地方而已 湯海王裡頭有一段話是 一個人的死亡 是直到他們被遺忘的時候 我想他們不曾真正的死去 即便他的肉身 早已離我們而去 有些人活著的時候 就已經死亡 有些人死亡後依然活著 這樣的想法 在戰國時的老子 或同時代古希臘的蘇格拉底 早已經透徹 他們一人從容以下足久 一人騎著牛 走向了西邊 他們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與精神 即便如此 直至今日 我們卻依然唱著 我的青春小鳥已去不回來 我們厭惡著年老 畏懼著死 那有人是什麼 古希臘的雕像 不管主義是什麼 雕像都擁有 聰明健碩的體態 最襯得寫的五官 其中的一尊雕像 古希臘的一尊雕像 口無有力的身形 黃金筆筆的身材 你看了孩子們一同努力 踩脫巨蛇纏鬧的事態 在故事當中 他們到了最後 依然沒掙脫出巨蛇的纏鬧 但他們掙扎的身知 卻早已幻化為了永恆 正如同那些面對著死亡的人們 他們始終抵不過死亡 但他們對抗死亡的身知 所以幻化成了永恆 他們成了人們追求永生 青春慾望的象徵 藝術家將這些慾望 一刀一刀的刻畫在石頭上 直到如今 這些雕像是由一群沒有名字的創作者 以及沒有名字的摩特爾所創造 他們的肉質、粉種以來消失 但他們的慾望卻延續自己 如果我們得以永生 生命還有一群馬 如果我們的肉體永垂不朽 那我們會更勇敢 而是更加地畏懼一切 你下作為永恆的紀錄 紀錄了當時的身心狀態 兩年前的作品 在錄製好後重新剪輯 如今 在這兩年之間 所歷經的生命 讓我得以發現 在當時後 在我所沒有發現的影域與信息 當時對於永恆與不變的渴望 我就如同那群追求的永生分番 前進所能的留下一切 但創作這作品之後的我 幾乎已經蕩然無可 只留下這些影片 順利地存活在我的硬碟裡頭 繼續與時間對抗 這一系列的影片 是我與當時的一群夥伴 共同創作的 我們當時都懵懵懂懂 有著各種夢想 驕傲 直至今日 關於夢想 有人依然堅持 有人屈舊於現實 而我們的關係 也都有了變化 朱東坡在四壁覆裡頭提到 逝者如私 而未嘗亡眼 迎屈者如彼 而主莫消長 該將志祺變者而關之 則天地成不能已順 志祺不變者而關之 則物與我皆無敬言 奈雲如我而言 我們各自又有哪些改變的 又有哪些是不變的 永恆是什麼